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快到十二点的时候 我购物车里的东西没了 这不算什么 你知道吗 我有朋友更夸张 他选了一家店 折扣都好大 他选了好多东西 结果快到十二点的时候 那家店没了 就是说你这网上购物 真的有时候不太靠谱 你知道吗 我有个朋友就还喜欢 老在网上买点奢侈品 买到假的他都不在乎 我就觉得他这个行为就很奢侈 那大哥呢 你知道还给我讲过一个他的理论 他说从进化的角度来讲 女性在远古时代的分工就是采集 所以他们天生就会对容器这种东西 特别感兴趣 比如说包 我听完当然觉得很扯了 我说女性就喜欢容器 那容器也太多了 垃圾桶也是容器 塑料袋也是容器 什么大坛子大罐子 怎么没有女性喜欢呢 你说 我见过唯一一个喜欢罐子的女性 就是在我们家楼下那个拔罐的阿姨 每次给我摁哪儿呢 拿着他那个大罐子特别开心 说哎呀 小伙子 你这个身体就是太虚了 反正我身体没那么虚 经常健身嘛 我吃的也很健康 我有个东西特别喜欢吃 叫牛油果 你知道吧 也叫恶梨 你知道为什么叫恶梨吗 我估计就是第一个拿到他的人 心里就想 恶梨 这 不是梨吗 这不是梨吧 这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那我经常就在网上买恶梨嘛 对吧 网购身鲜 但总会出问题 你明白吗 就是因为他这个恶梨呢 他 他就很怕坏 你知道吗 一挤就坏 你知道吗 很容易坏 基本就跟我们脱口秀演员的心态一样 就脆弱 就脆弱 每次到家总有几个坏的 而且检查的时候也很尴尬 就是你不捏呢 你不知道他坏没坏 你一捏呢 捏坏了 退换也很麻烦 你就问客服 你说 哎呀 我这能不能换 客服说 是不是你捏坏了 然后我说不是 他说你不捏怎么着 他坏了 翻来覆去很麻烦 但说心里话 我最喜欢在网上买的 就是家居类的产品 当然这跟我个人经历有关系 就是经常搬家嘛 居屋定所 我之前在网上买过一个床垫 一米八的 到家一看呢 我床家一米五 给我愁的呀 我就想换 但你知道那么大个的东西 退换就又很麻烦 虽然都说什么七天无理由退货 但是你跟客服一沟通呢 你就发现 他需要的理由特别多 要拍照 要包装 要发票 几轮沟通下来 七天过去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这七天 我就是无理由的 就不给你退 我真的没办法 最后我就硬深深地 把那个一米八的床垫 我就放在一米五的床上用 就是我们都见过方形的床 见过圆形的床 你们有没有见过拱形的床 你就离远看 就跟一个小山包一样 你知道吗 就两边搭了 而且我每天睡觉 必须睡在最中间 最高的那个地方 就一点都不能歪 要不然就会滚下去 每天下床就跟下山一样 连滚带爬 当然 隔几天睡起来 就发现自己有点 摔得像厄离一样 你知道吗 那吐槽这么多呢 我其实真正想跟大家分享 还是有个好消息 好吧 十月一日 京东超级秒杀日 毫无一元名 又好又省 每一秒都不能错过 今天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感谢Rock 刚刚Rock讲到那个厄离的时候 我看许总反应很大 对 咱这个节目特别好 就是经常会提供一些知识点 我真的今天到今天位置 第一次知道 原来牛油果的这个 还有叫恶离的 啊 好